哈囉雲妮 今天這個主題呢 我特別找了一位隱藏式的來賓 就他對於一些精品啊 包包非常的有想法 讓我們歡迎 Oh my God 又是我 什麼是這首歌啊 今天美妝保姆合體呢 居然不是要聊彩妝耶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我們買的最喜歡 最不後悔的精品包 前三名 那因為呢 我包包數量沒有那麼多 精品包的知識可能沒那麼充足 所以就請了一個超級 別貼標籤喔 不要貼標籤 好像我很愛買那些喔 不要貼標籤喔 我跟你們說 他在 他在蘆洲有一個自己的櫃位 不要貼標籤喔 OK 所以今天就邀請他來分享一下 我們的手邊有的精品包們 首先第一顆是最常使用的那一顆 OK 1 2 3 這是我們兩個最強杯的包 第一個CELINE呢 是我第一個精品包 它是展品價格 那時候是請一個歐洲代購 他剛好傳那個群組訊息來有沒有 就說有一個那個CELINE的那個展品價格 大家可以看 居然這顆顏色有展品價 這個價格我想此生遇不到了 請報價 7萬多 7萬多 對 這個我當時買到就 哇 我買到最大喔 就是它稍微沒有那麼新 有那種好像被人家猛虎 根本沒差 是真的沒有差 你看不出來 你要很近很近看來 看到那個五金可能有一點那種小痕 其實都還好 當時這個包啊 這個顏色有紅起來 是因為 你三款 然後你好早就買 你在這個還沒有在復古再一次紅的時候 你就買它 對 然後這個你們看我IG的穿搭 或是影片的穿搭也都知道我超常背它 超常 幾乎一週可以背七天 就是你最耐用最隨便塞的包包就是它了 沒錯 這個提把都已經被我背到 然後有點那種一痕一痕的感覺了 邊邊有沒有 這個屑屑 把它背到淋漓盡致 這個是凱旋門的LOGO 我們拿iPhone14 Pro做一個比較 我手機裡面要立著放 橫著放 全部都可以 打開 還有它們的金色LOGO標 裡面是這樣 風情夾層 一層 兩層 三層 這個皮質就是屬於滑嫩型 而且很耐操 就不怕有什麼手刮痕啊 摸到會心疼都不會 隨便背 我平常穿什麼大學T帽T 也可以背 什麼顏色的衣服 淺色米色都搭 深色也搭 洋裝 褲裝都好好用喔 什麼AirPods 然後皮夾 手機啊 行動電源 我全部都可以塞裡面 所以我出國也可以背它 太喜歡了 我講不出缺點 所以如果有人問我說 蛤 入門包是什麼包 我都會追SELINE耶 期望快要買到SELINE 這個經典款式真的不容易 你不是要講真的 你不是要講真的 我不會買 除了香蕃蕩跟愛馬仕以外的品牌 花這個錢你要花刀口上 你會讓它有保質 然後它還可以裝東西 我覺得真的 大家22 先買起來 它背起來很痛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香蕃蕩的22包 然後它是 中尺寸 陰黑 哇 好漂亮喔 它超吵的喔 你聽 所以這個是你最長背的包 最長背 因為我出門 東西帶非常非常多 我痛恨小包 這個來 我們把它裝進去 而且要包包可以裝進去耶 相機可以裝 水壺魚扇什麼 全部都可以進去 可是其實它背起來 不會有膛大的感覺 我現在可以把你的包包 帶進去 我會感覺到了 香奈兒那個包包啊 你很少會看到有隨性感的 但這一顆真的是隨性 因為香奈兒的感覺 就是給人家很華麗 小貴婦名媛這樣 可是這個有一種隨性 好像配個牛仔褲就可以出去了 我其實也很心動這個 可是我沒有買是因為 裝滿之後呢 你去背它 它就是一條鐵鏈 會壓在 它是兩條鐵鏈壓在你的肩上 所以這裡是會痛的喔 它不像以前的那些包包一樣 這麼嬌貴 它現在你這樣抓都沒有 簡單抓是沒事的 我就是喜歡這種 愛死這個 按當初麥可少 16、17 這裡有一個釦子 左右兩側 各有再一個釦子 它其實這些完全不是 沒有任何的功能效果 就是 功能什麼意思 你以為它可以這樣扣起來對不對 對啊 算你會 它只能一背它馬上掉 它卡不緊 對 卡不緊 然後你以為這可以縮口對不對 對啊 以為這可以縮口 根本沒有這回事 懂不了 懂不了啊 它就是一個 我以為是漱口感 你就是垃圾帶 你買了一個垃圾帶 它平常都是會穿帽踢啊 休閒的穿搭 背這個也好 男生背這個都很好看 可是你現在穿的華麗 我覺得一個很搭 那我們買包的習慣呢 都是可能代購啦 或是二手包 那因為買二手 就是最怕買到假的 然後我前陣子 就在崔蜜那邊 他有介紹 因為崔蜜也是精品達人 他就有介紹了一個 拍拍圈 PUBCHO 它是線上買賣的 二手精品平台 有網站也有APP 很方便操作 你有想買的二手包 或是想賣的二手包 都可以在上面執行它 然後上面有很多大牌 譬如說 香奈兒啊 LV啊 艾瑪士啊 讓人很放心的是 這個平台管理人 會先鑑定過賣家 有沒有圖文不符合的狀況 二手是不是還需要有專業鑑定 沒錯 為什麼以前都喜歡去日本 是因為他們都有 專業鑑定式的那個證照 所以在台灣如果有這樣店家的話 你也會很放心 保障它一定是真品他們才賣 沒錯 然後拍拍圈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他們會先透過 真人鑑定 鑑定好了之後 OK 再過下一關是機器檢測 然後這個檢測是 歐美很流行 然後很多二手店 也有用的一個機器來檢測 甚至是很多二手店都有跟拍拍圈合作 像我就不是香奈兒大戶 所以我第一次想要買香奈兒二手的時候 我是問他 這個平台真的是安心很多 不管你要買要賣 你都可以去這個平台 我接下來要講的這一顆包包呢 就是二手的香奈兒 這一款牛仔流浪 現在在拍拍圈上面有在賣 好像18多 喔那不就跟你買的時候一樣 你現在已經背多久了 他還跟你這樣 所以沒有任何虧耶 我這個就是二手的 然後我當時是不知道要信任誰 所以我有先問他 這一顆呢是牛仔款的流浪包 版型呢他就是底部會有這樣子 硬殼感 很好裝東西 這一個是小號 那流浪包的標準配備呢 有這樣子 兩條繩 或是你要拉繩一條背也可以 兩條背也可以 兩條一起背 分開背都可以 不同的背法 我喜歡交叉背 就好像一個裝飾喔 你今天穿得很無聊的話 就變成一個飾品在你身上 沒錯 他這個鏈子的配法是 金... 配銀色 然後有一點仿舊感的這種 這個袋子呢是可以拆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覺得這個 提把太華麗的話 它是可以拆掉的唷 但我看上的就是他這個提把 這提把太有型了 它上面是這種戀帶字樣 裡面就是一個手機 然後一個小錢包 跟行動店員 滿滿集集的 拉鍊的地方有一個金屬Logo 我當時呢對流浪是完全沒有想法的 但你就是因為看上這個牛仔嘛對不對 對我當時是因為它有另外一個 正常你買的牛仔呢 是不會有那個鏈帶的 那個是那一年的時候特別出的 有這個時候就覺得 那價錢一樣 你有兜這個不是很屌嗎 對啊 就一定要買 然後因為我個人就喜歡大包 所以我的牛仔是這個大小的 這個是大size最大的 這個是小 我的牛仔織紋也不太一樣 我是大格子的 它是小格子的 我是印花 不過我現在真的覺得這個包很不適合我 所以我今天 我可以在那個網站上把它賣掉 你可以在報報宣把它賣掉 牛仔鋪很多人都想知道好不好顧 我覺得好好顧喔 很好顧耶 你根本就不用顧它啊 你這個放在防草箱裡面的話也OK啊 你不放也OK 包包越長背越漂亮 對 你看你長背的時候 你的皮就會開始發亮 底部 真的會 完全 你就知道我這個有多新了 像這個的話就完全不怕刮 底部這一層更硬 更不怕你刮 重量來說 雖然它是小的 但它也蠻重 因為這個鏈子是很沉的喔 那袋子是可以調節的喔 所以流浪的話 我覺得沒有分什麼高矮個 要如何找到自己心理的包呢 我真的覺得要是杯 我當時是因為先飛了君君的牛仔 流浪 我就覺得哇 我好喜歡 飛起來會幸福感俱增的那個就是 你夢中的包包 我覺得如果你要買流浪包的話 它絕對不是你第一個應該入手的包包 它是有一點點太 我覺得比較fancy 跟我覺得它有一天會過時 我的買包哲學 不要買過度用的包包 我第一顆包包就是要買 CF23 我不能說我先買CELINE 最後再走到我要買那個23好了 當你走到那可能兩年後六年後了 那個價格已經漲到 你真的買不下去了 CELINE也是我的夢想包沒錯呀 香奈兒跟CELINE是我最愛 最喜歡的兩個品牌 我覺得還是要先釐清你的夢想包是哪一顆 請問你們的夢想包是哪一顆 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我就很不爽 就是有個女生 他爸爸買了一個小CK給他 然後他就拍了一支影片說 那是他人生第一個精品 我覺得很棒啊 然後結果下面網友狂罵他說 那才不是精品 小CK說什麼精品 不能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不行不行 你心裡什麼是精品 它就是精品 所以我們問的是 你的Dream bag是什麼 而不是你的精品包是什麼 不是你最貴的包包是什麼 是 你最想要的是什麼 千萬不要被包包駕馭 是你駕馭包包 要背出有幸福感 那就是你的Dream bag OK 它才有價值讓你這麼努力去追求 然後也不要批評別人買什麼包 像你 像你 接下來我們再講一下 你唯一買對的 我覺得買對的 這一顆就是我覺得我買對了 然後我也覺得他買對了 以我也覺得他買對了 就是它真心是我的Dream bag 沒錯 它就是 香奈兒的CF23 你真的買一價錢的時候好漂亮 你買得好便宜喔 我其實沒有想到它會漲這麼多 它現在在櫃上的價格是 27 2627了 應該會再更高 當時買的是快18 它是一個 我從小 小時候哪懂什麼是精品 我是翻翻雜誌的時候發現 哇這個包好漂亮 原來它叫做香奈兒 嗯 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就是放在我心裡 趁它還沒漲之前 我就買了 那一次我剛好聽到說 過兩天要漲 我就趕快去逛 我那時候就小心翼翼的問貴姐 請問有CF23嗎 他就從後面說 它現在有一顆耶 你終於是追上我的啦 好大喔 因為我個人也覺得 我一定要買CF 那為什麼你這麼推CF呢 它就是最經典的啊 它的中文名字是 CF經典口蓋包 對不對 我覺得最喜歡它的Logo的這個地方 是做一個弧形 我覺得好柔嫩感喔 我們打開 就是那個Coco Chanel 跟她的情人在約會的時候 她會把她的信件放在這邊 所以你看信件是很平滑的嘛 它就可以放在這邊 直接藏進去 所以它只能放信啊 對 它就沒有別的用途 這個就是它設計的經典 所以它一直把這個東西留下來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信件了 所以它把它的包的歷史 可以啊 我可以把一些發票放在這裡 漂亮喔 而且 我跟你講我嘗試這邊真的放過一些小紙條喔 你越放前面會看起來越膨 會看起來鼓鼓的很漂亮 喔 懂了 這個結束之後再翻一層 它是一個酒紅色的內襯 然後一個很大的香奈兒的 變雕花感了 映花感 裡面的空間 我這一顆尺寸是23喔 就是iPhone 14 Pro 直著放不太行 一定要橫著放 然後可以再放一個小錢包口紅 基本上它很扁 你真的不能塞把它盛開 這樣 雖然有兩個加層 但是它就是盛不開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暗帶 沒錯 底部的設計 以及後面你可以放一張泳泳感 我這個是特別的 size 36 好 它叫Maxi 就是很大很大的 而且很重 我記得我拿的時候 它是以前的料 所以它的鐵都比你重很多 你的羊皮感跟我的不一樣 我的很嫩 我的很容易受傷 對 我這個羊皮感呢 已經是比較後期 香奈兒 它有在經過別的加工 它沒有那麼過度的嫩了 不容易壞掉 可是它這個是以前的嫩度 超嫩的 所以不敢這樣摸它耶 不要跟摸 這也是有點要照顧的包包 對 然後給你看一下 背起來 雖然你看它方方正正的 可是你搭個什麼牛仔褲 完全可以隨行 簡約俐落 沒錯 這個長度我覺得也很棒 就是很現在流行的以下包 鏈帶完全伸展的話 也不會太長 我最怕背到那種 背到骨盆位置的那種 你知道啊 一直裝妹妹 對 一直裝妹妹 這個長度真的太喜歡了 我覺得相對的就是有一件事情 你的那個鏈帶呢 不適合你 你就買不了這個尺寸 你看 如果我今天我要飛的話 來 它硬卡的 我幹嘛啊 我快不能呼吸咧 這樣 36 欸36有一種女強人主管感耶 有沒有 有沒有 感覺我裡面會有很多現金 好大喔 可是是好看的 這個也不是我最常背的包 我最常背是瑟琳 它很嬌貴 所以我會特定 今天要約會啊 今天要幹嘛幹嘛 我突然會背它 那我平常收納它的話 我一定是 把它的鏈帶 舉起來之後 墊著它 我就會這樣給它溃掉 然後放在 防潮箱 我真的背它出去的時候 我也不會誇張的小心翼翼姆 因為我覺得還是得用它 不過它真的也是好照顧耶 跟你那可比的話 像這種基本款式紀念款 它已經發售這麼多年了 其實市面上二手超多 超多 不要去櫃箱再買這一顆了 因為這一顆新品真的太貴了 不然你真的是喜歡 全新的東西的人 不然就直接去拍拍圈上面找這個 一定有很多人拿出來賣 因為這個包太多了 你去拍拍圈 其實可能有九成新的啦 可能有五成新 可能有可能他買了全新 想賣掉 都是有 但他們的價格 絕對不會像櫃箱那麼離譜 對 現在如果你去櫃箱的話 你不可能用17萬買到它了啦 對啊 但你在拍拍圈 你去找那種不同新舊度的 你有機會用17萬再買到它 有機會有機會 甚至更低 重點是呢 你買拍拍圈上面的包包 不是賣家直接寄給你喔 賣家會先寄給拍拍圈 鑑定 然後儀器檢測 再寄來給我 有個專業的人 幫你過濾掉 他沒有直接過來啊 你不用擔心啊 再來你第三個包 就我現在也極度愛用的 艾瑪士的Lindy 然後是黑鷹 這個皮呢 它是那個Togo皮 它也不用太照顧 近看的話就是像那個 荔枝紋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對對 有一格一格感覺的 你這個尺寸 超級好放相機啊 什麼麥克風啊 對啊 你們看 其實以我的身高來說 我背這個尺寸我覺得OK 我上次試過了 我把我的相機丟進去裡面 還很大空間 對啊 它這個可以放很多很多 好深喔 然後它的蓋子就是這樣 它的特色 它可以這樣扣的 但基本上你要使用的時候 都不會把它扣出來 對啊 因為隨時要翻 基本上艾瑪士的包包 就都不要灌就對了 因為它關起來之後會太麻煩 關起來之後 它還要把這個都這樣放回去 喔 是這樣喔 艾瑪士的包包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 你知道再把它扣起來之後 你是不是拿起來就很麻煩了 對啊 所以當然它們的包包就都是 打開 打開使用的 有沒有 隨性感 隨性 所以手提也可以 這一切就是我們買了最喜歡 最不後悔的前三名 拍拍軒它賣的方式有不一樣的 譬如說它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你直接先賣給拍拍軒 拍拍軒會全全幫你處理 它就已經先給你這筆錢啦 你就把它賣了 不幹你的事了 另外一種是平台會抽你5% 確認賣家要買 你再給拍拍軒 然後我就是有個扁扁小小的LV 很復古可愛吧 你看我穿全黑也是 失帽失帽的吧 它最好就是你直接帶鈔票啊 零錢直接裝出門 手機是可以的唷 如果你就太長 像我平常都太長了 就在裡面左右 繞一下 然後把它扣起來 一下小包 對啊 我平常背都是背這樣的 最後我想發問 就假設呢 它的Dream Bag是香奈兒 可是它還拿不定是哪一款 你覺得第一顆香奈兒 我覺得你可以買它 嗯 歷久不衰款 所以它才會是我的第一個香奈兒 對 真的是很十搭十杯 對 好啦 今天就分享給你們 想看我們聯絡包補 聊更多的精品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還有十幾二十顆沒有講耶 好啦 如果喜歡這樣 你們想記得按讚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們去拍片 這邊是IG跟臉書 所以我們趕快要追蹤 那我們就過幾天 就下次見 掰掰 我覺得我們兩個今天看起來很討厭 這是我媽 這是我英國買的 超煩 我爸最近又在大安區幫我買一棟房子 受不了 不喜歡 我喜歡他們這樣子 我喜歡自己 對啊 行下來已經有六棟房子囉 太少了吧 親愛的 遊樂園這棟房子